再来焦点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周一上午是继续市政总质询 绿营议员针对凤山区都市规划等市政议题一一询问韩国瑜 让韩国瑜也动了气觉得自己像小学生一样不被尊重 过程当中还讽刺跟议员说 你每问一个问题我就回答高雄发大财让你好简洁 双方火药味十足 而议长许昆源还跳出来一度要帮韩国瑜解围 但是也是越讲越激动让一场烟消味十足 韩国瑜真的爆气了 因为他认为绿营议员把百万小学堂搬进意识堂 为了方便林志宏等一下脸书剪贴使用 我每一句站起来我都会说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语代讽刺韩国瑜接下来每次回答结尾都是这句话 请民政局长回答高雄发大财 业局长先回答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韩国瑜故意一直跳针还猛酸对方 高雄发大财 议长许昆源跳出来替市长解围 但绿营议员可不能苟同 你一言我一句烟消味十足 而韩国瑜见状也跟着打折随棍上 高雄发大财 周一上午韩国瑜接受市政总质询 面对绿营议员激进暗风炮轰 韩国瑜起初动了气事后也稍稍和缓情绪 因为议员会剪接脸书上或网络上来批判我 我提供他们更方便的素材 只是稍早前韩国瑜可是信心满满因为仔细看看桌上的小抄已经换成平板 大平板电脑资料传输会比较方便 阅读起来也比较清楚 然后答询的时候也比较能够引经据点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戏 但人无法避免蓝绿唇枪舌战 日前观光局主秘高美然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他身为韩国瑜基要秘书的儿子也被放大起底 林志宏议员你以前进到高雄市政府是几只等 你自己想想看还有几位议员我们就不要点破了 我们没有任何特权 搬出议员过往猛酸猛打 韩国瑜见招拆招 高雄市议会再度攻占媒体版面 接着谢凯许部杰王秀成H&G小组高雄报道